花费了20年的老院子 被老公花了3万元 改造成了这样 很多朋友都想看我们室内改造 花费了多少 今天就带大家一口气看完 室内的改造过程和花费没心 花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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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的沙发占地太大 直接换成了这种小型沙发 刷漆的这面墙给孩子放了一个学习桌 老公还摆翻了一些小装饰 搭配上从京东上买了孩子宝台灯和安德斯特的椅子 一个孩子的专属学习区打造好了 相比老公精心的布置 可能孩子们更喜欢的是这个零食车吧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人家河的效果 最近有粉丝约好假期的时候 要来我们小月里边几天 我老公知道后很开心 决定把我们控制的这间房间重新打造一下 作为粉丝们的客房 之前我们回来住的时候 屋子里就简单的上了一个白墙 想到要给粉丝朋友们住 老公决定把这间卧室重新改变一个风格 当时是嫌弃老房的地板不好看 给地面上贴来一层地板贴 这次老公要拆掉 直接换成木地板 看来这工程是越走越大了 现在我都有点期待房间改变后的效果了 老公想给其中的一面墙调一个四零细的色彩 对颜色的选择比较谨慎 她从网上看有色差 亲自去线下的实体店里 看着调色效果 最后选择了这个木柜脸的颜色 刷完第一边气后 趁着亮干的红细 老公又把地板给铺来一下 地板这次老公选的是圆木色 和他刚刷的墙颜色很大 铺完地板 看老公刷第二边气的时候 突然有丝联系的感觉了 这样让粉丝朋友们舒适 老公直接把之前的板床换成了这种环光床 窗帘也全部换成了米黄色 最后让我们看看 老公耗时两天为粉丝们打脏的客户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90后的我们还能再坚持自己的梦想吗 小时候总盼着长大 长大后就可以无据无数的去探索外面精彩的世界 曾经年少时也按地理许下承诺 要做一个有梦想的人 然而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 被现实磨练的体悟完复 日复一日 我们变成了自己曾经讨厌的样子 慢慢地适应了这个社会 此时却发现 父母已经步入老年 儿女也开始进入学堂 于是 我们变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每天努力地工作 照顾好家庭 早已经忘了自己曾经想过什么 梦想也就成了梦想 在我们现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 想成就一番事业 何其艰难 所幸的是属于96后的我们 孩子不算太大 护膜尚且能自立 还可以帮我们召开孩子 而我们就能抽出时间来奋斗自己的事业 努力地朝梦想走去 十年 我们只有十年的时间 这是我们人生的黄金阶段 在这十年当中 我们要尽力地积累自己的人脉 经验 以及能够翻身地积蓄 同时竟跟国家政策 时代潮流 等待某一天 这就是我们的梦想 若成功叫精彩 若失败叫精力 只想在茫茫的人生道路上 回头望望时能够无悔这一生 我们是柠檬夫妻 喜欢我们的就点个关注吧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